今天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我们之前才能谈到的是 中国只要有政策 下面就有一堆人 我要来骗补助 当你要发展半导体 很多公司就讲 我要发展一个半导体公司 我要来骗中央的补助 当你要发展电动车 我就设很多的公司 我要来骗电动车的补助 当然想在台湾怎么可能 可是没想到 这样的状况 在中国真的活生生的发生 而且现在泡沫 一个一个的都引爆了 中国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的力气 它要发展它的电动车 当然它在电动车的这个产业上 也有很好的一个成绩 可是没有想到 下一个最新的数字是 它的车市有八成的车系 竟然退场 由于这八成的车系 它居然做不出东西来 这八成的车系 它竟然无以为继 而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起点汽车 它向各方已经募集了730亿 730亿竟然到现在 你只有影片 只有广告 它没有做出一台实体的汽车 都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靠吹的 靠骗的 你竟然不用做出真正的汽车 你就可以获得730亿元的补助 那我问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现象多吗 而中国现在还能够允许或支撑 这样的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吗 我现在看到一个故事 把我吓傻了 一个起点汽车 起点汽车 它已经成立好多年了 这些年来它向各地方募集多少 730亿元 730亿元募集来了以后 它居然一台车都没坐牌 一台车都没坐牌 还是继续募集 还是继续骗 骗了以后撑不下去了 它说对不起 我倒闭了 我不干了 可以告诉我说 这个起点汽车 在中国不是单一现象 这种起点汽车在中国比比皆是 现在中国的车市有八成 跟它一样退场了 抱歉 人家都说台湾是诈骗的 但是我跟他讲 中国诈骗的更厉害 而且他们诈骗金额都非常非常高 你刚才讲那些起点汽车 随便就骗到730亿元 这种公司比比皆是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中国在辅助 所谓电动车的发展 中央很多钱 所以大家想中央很多钱的话 我就来骗中央 就让他们企业纷纷去骗 保险你知道吗 事实上中央有准备大菜 那中央就说 我准备了好几千亿的人民币 上兆台币 我准备要把中国的电动车 把它砸起来 你说中国为了辅助这种电动车 丢了几兆台币进来 那事实上 你既然中央政府 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 所以你看2019年 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 中国累计整车的注册商 有635家 那成功注册有486家 我们就说有500家 当时要研发的车型 有5827个车型 结果保险到现在为止 做出来多少 中国剩下50家 也就是从原本的500家 变成50家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倒闭了 而且很多车根本都是 号称他们就是有蓝图 然后有一个样子给你看 最多最多做出一台给你看 但是接下来都没有 都没有的最多 所以事实上这些完全都是骗补 所以说那很多几兆台币 都到了口袋去了 所以你看现在中国是怎样 现在很多车系 现在很多地方的 这个政府的空地上面 停满了大量的电动车 因为根本就是作假 里面很多 根本就是只有车壳 没有电池 因为他根本做不出电池 所以我们才看到来 这中国有很多的空地 很多空地停了很多车子 就这么来的 对好那你知道 不止车是 最近又有很多家 今天有一个新创版的 有一家做半导体被摘牌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骗补 半导体也是 所以车是一堆 然后半导体也是 那除了什么 还有房市 那大家都说 你干嘛政府在骗 去年不是说要保交楼吗 就是说我一定跟交楼 可是目前为止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完工比例只有三成 所以告诉你什么 中国大陆根本就是 大家上当现在在骗 你政府要求我保交楼 我才不管你 反正三成左右 我钱拿到完工 还是只有三成 所以显见 中国的经济 为什么会出那么大问题 因为很多都乱砸 很多都被骗走了 好 市长你讲说 当中国景气好的时候 但是我这泡沫还可以吹很大 我还可以大家互相的遮掩 互相的吹牛 互相的支持下去 可是现在刚才讲的 他现在六月份的CBI PBI全部都下滑 下滑就代表泡沫破了 泡沫破了以后 就现出原形了 而且这个中国公布六月CBI 我真的吓了一跳 它CBI是多少 是零 零 也就是说它没有通货膨胀 现在全世界大家通货膨胀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它会是零 因为民间消费不正 大家不想买东西 所以通货膨胀是零 那为什么会消费不正 因为大家都觉得 搞不好我买到是假的 搞不好我很多都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到底是真的 好 另外就是 刚刚讲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安徽省同龄县的法院公告 刚刚讲到 这家公司叫奇典公司 奇典公司当时的创办人讲说 它要用小米模式 打造中国的特斯拉 而且中国的媒体 还大量的吹捧说 不得了 这是一个未来伟大的一个车器 它向各个地方 收了730亿元的台币 就一台车没做出来 一台车就没做出来 它就倒闭了 这个奇典汽车的创办人 神开眼 我觉得它真的相当厉害 为什么相当厉害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安徽省的同龄市的这个法院公告 就是说 这个同龄汽车的 这奇典汽车的 因为负债累累 然后资金断链之后破产 那好 申请破产 这个声明出来之后 大家完全吓一跳 为什么 那这个奇典汽车 其实它比现在的魏小李 都还要更早 它是中国最早叫板特斯拉的 最早 对 它2014年就马上就说 我要叫板特斯拉 而且它说 因为这个神台影 它有非常好的 这个过去的软体的履历 它在360度啦 然后包括说 金山软体担任 就是雷军的公司担任副总裁喔 所以它当时呢 有跟雷军有交集 那好 所以呢 它当初就募达了非常多资金 那后来又找了一堆人 你知道它 它有拿到什么 英特尔资本啊 还有包括说像 这个光信资本等等 二三十家的这个 这个融资 非常非常多 然后它说 我要用小米模式 小米模式是什么 就是说 我一直不断的出车 然后我用软体更新的方式 来打这个特斯拉 就被想到 几年前过去之后 一场空啊 而且我看到的资料是 它获得了 十一轮的资金投资 代表 这九年来 陆续继续有十一波 对它投资 这十一波的投资 获了七百三十亿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就一直不断的吹牛 为什么一直不断吹牛 你看 它的主要几个 我们就讲联想资金 是联想的公司 英特尔资本 是英特尔的这个公司 还有伊藤宗 都来投资它 所以它真的非常厉害 它怎么吹呢 好 2014年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2016年 他就说 因为当时中国都没有发布车 他就说 我推出了一台车 叫IS6 那IS6来说的话 只有一台IS6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 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的东西 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 然后他就在那边聊什么 星辰大海 留我们未来的发展的计划 讲个泱泱沙沙沙的 然后警觉说 我们2017年会正式的这个发表 就2017年的时候 就没想到有看到那一台车 那一台车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这个二三十万的这个价格 然后有上网 可以持续航程的四百公里 大家想到真来假的 但问题是 他也没有让媒体去试开 那他就反正一台车在那边 他就有一个影片出来 但是没有人看到真正的车 他就PO了一台原型车 PO了一个影片 然后告诉你这个影片说 他的续航力可以到四百公里 而且他只要二三十万 就可以买到了 然后怎么骗呢 好 开始买网均 所以当时一堆 中国的网路上就说 哇 这个奇典汽车是什么 网络网路造车之光啊 然后当时非常多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有一千五百名员工 然后好多个生产基地 然后准备要叫板特斯拉 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吹牛 一直不断的吹 所以当时他的确是中国 奇典汽车2016年 是中国当时最厉害的 然后今天2018年他说 我们现在车子 还在研发中 但是我们还要发表什么 软体 因为我要走 这个小米路线啊 所以他说 我软体已经开始更新了 你的车都还没看到 对 车子都还没有影子 你就告诉我 我要从智慧驾驶开始了 对 他说 我这商用电动化的平台 未来可以抢进 所有的这个状况 好 结果没想到 2019年 因为这个骗不下去 这个经过第一次的减资 结果没想到 他居然又找到了 伊藤中来投资啊 就是好 伊藤中来投资 你找到2019 还可以骗到伊藤中 对 好 伊藤中投资之后就说 因为了我们伊藤中投资 所以我们准备要IPO 那IPO你知道 我们变成是超级独角 说哇 这个大家更想投资啊 所以又后来又 伊藤中都进去了 对 吸引了一笔 就没想到从2021年 就开始出现 什么欠薪300名的这个员工啊 然后包括说 很多都倒闭 还有违约金的这个状况 所以整个目前为止 他还说什么 我要去什么同龄啊 什么香苏啊 还有诸州等等的整车厂 要真的这样 但是目前为止 没有人看到车厂 也没有人看到 真的车子的生产线 他太厉害了吧 是 你车子做不出来 是 你总而有工厂 是 工厂也没有 是 你没有工厂 你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车子 是 你还可以骗这么多同胆 所以他现在 因为他就是买了很多 他有 他有所谓销售点 还有总部 就没想到 他现在怎么办 总部就已经被卖掉 总部现在变成什么 以前是这个 他们的车子的这个 你看起点汽车的状况 他是在安徽省 这个附近的这个据点 就没想到 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星巴克 变成星巴克 他已经卖掉 已经破产重整 这个土地 已经被卖给了相关的人士 然后相关的人士 把它改造成星巴克 你看他 因为他的总部 盖得很漂亮啊 所以星巴克把它入 你看 一个730亿融资 照不出一台车 你看他总部 盖得富力弹簧的样子啊 而且 他的标题是什么 在路上 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应该是说 在造车上 我们从来没有实现 这样一个状况 在路上 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对 但是我们真的 也没有做出任何一台车啊 所以你看 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而且应该要讲 现在不是只有他 在中国这种 很多耶 非常多啦 我跟你讲 事实上 卫小李是现在 唯一幸存的三家公司 这个比较好的 之前还有所谓 新造车的三四立 那还有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起点 还有一个乐视 乐视也是造假嘛 这个假药亭 我们都知道说 他这个车子 根本开不出来 另外还有游侠汽车 哇 这也是非常天才 游侠汽车你知道 事实上 这个我们讲到了 当初所谓的卫小李之外 还有汽车三四立 现在完全都挂掉 那完全都挂掉的时候 你就知道 事实上起点 也是非常厉害 其实我刚才讲到 起点他就说 是个神海银嘛对不对 然后包括说 他还找了一个黄玉 黄玉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就讲 这张起点 不是只有推出车子 你看这是他车子 从来没有推出车子 另外他还吹这个 二轮 对电动的摩托车 所以他其实产品线非常多 还有整车的所谓 平面化的软体系统 所以他推得非常多 只是从来没有推过而已 而且是 当我看到神海银的时候 我对他太为观子 我推他的从敬如滔滔江水 他说为什么叫起点 你知道吗 他说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 宇宙从无到有的那一点 就叫起点 对没错 他是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点 对所以他真的实现了 从无到有 有的是什么 他的口袋非常饱满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说你也太厉害 骗了730亿 好那除了这个之后 我们刚才不是讲游侠吗 游侠也是另外一个 游侠他也是跟你说 我也要叫板特斯拉 他还说什么 他是PPT造车的事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假的 只有看到一个文章上面 他2015年发表这个发表会 然后就说我们的 我们叫做 概念车叫游侠X 游侠X 当初大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仔细看 他跟特斯拉的样子非常像 所以甚至刚时还有人说 你会不会是只有买了Model S来之后 把你稍微改装之后 就退出你的车 就退出你的车子 他的原始创办人叫黄修远 就黄修远他就讲了非常多 他讲了非常多 但是没想到根本做不出来 就知道黄修远非常有意思 他在2017年就跑路了 因为他真的做不下去 就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要买 这个魏俊买的 魏俊买他买下来变成是第二首 那为什么魏俊买第二首 因为他们可以继续骗 你以为他骗不下去吗 你知道后来获得什么 A轮B轮还有B加轮 也就是三轮的融资 融资了87亿 87亿你自己说 也是融资了大概500多亿 然后还有什么新华 新华思路基金 还有南太湖建设 还有格子资产 但因为一直不好 所以后来就破产 破产之后断练 断练之后来2019年 就完全都破产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是魏俊 那除了魏俊之外还有什么 那为什么会 还有一家叫 律池 律池也是一模一样 他也是 我觉得他是什么 他是成立六年来 他也没有坐过车 他也都是有原型车展示给你看 所以我就觉得哇 看了这些中国的这个故事之后 我想我也好想去中国啊 你只要展示这个 对啊我们看到台湾诈骗 当然台湾诈骗就非常可恶了 而且台湾诈骗真的 应该要严压惩罚 要好好把他们抓起来 对 可是你今天看到中国的诈骗 他很为官子 我跟你讲 你看了你也会想买 为什么 因为想投资 好绿池汽车 你看原型车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新车发表会的时候 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出席 叫做陈清泉 那陈清泉他就说 他说我们律池研究院的首席顾问 那你要不要投资 所以当然很多人投资啊 那如果投资的话 一开始就很多人 想霸东西当 对上当 那上当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2018年就开始有人质疑了 因为他跟意大利公司投资 那合资 就意大利就说 我们收到这个款项 当时就有人 一披露说 他可能有怀疑的这个状况 但是2018年 意大利爆出这个没关系 他2018年后来还拿到 这个江西省九江市政 又拿到钱了 给他钱 给他资金 给他土地让他去做 就当然最后还是做不出来 所以你看 看着中国一系列的故事 告诉你什么 中国骗捕啦 或是真的做不出来 所谓PPT造车 比比皆是的一个情形 而且虽然现在 在中国未来 小鹏跟理想 虽然还存活着 你说现在也非常辛苦 因为也都是严重亏损 对 没错 我就讲嘛 事实上现在 未来已经亏了578亿 然后理想亏了81亿 然后小鹏亏了366亿 他们其实虽然有做出车 成绩也还不错 但是都是流血在输出 虽然跟你说 中国搞了那么久的电通车 搞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他市占率有提升 但是目前为止 好像成效也不是非常明显 好董事长 我们讲过很多台湾诈骗的故事 可是 我就看到中国的车企 我叹尾观子 起点 骗了这个730亿 居然一台车都没做出来 没有做出来以后 这是他的总部 总部看 总部上面有一个 在路上 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多么样振奋 多么样的振奋人心 还有这个起点 居然引的是 宇宙大爆炸那个点 搞了半天 我什么车也没做出来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还可以骗700多亿 在路上 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这个有代表的是电车吗 还是马拉松赛跑 这搞不清楚 干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 其实你要了解到中国骗术的结构 到底是什么 骗术结构 他有一个套路 中国的新闻管制 管制什么你知道吗 管制政治新闻 财经新闻 他可以买 他可以买啊 央视也可以买 这张微信也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这个他 这是未来嘛 他常常未来都不能买 年轻人长得漂漂亮亮 有留美的学历 还有什么包装 你看不懂嘛 他太大了 14亿人口太多了 然后这个国家里面呢 有关这种的 这种审查机制 他不会审查 为什么 他要一窝蜂 我们现在搞晶片 全国啪 搞晶片 几十万家搞晶片代工 我们台湾搞了几十年 搞了一家台积电 他们一年 弄了几十万家出来 最后这几十万家 到第二年就不见了 他得搞 他得卖这个 卖这个什么冷气的 卖冰箱的 也去搞晶片啊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 你看他那个华为 对啊 可以去养猪啊 他这什么跨业整合啊 他这怎么不能干 所以这中间 这是第一的 第二 最后一个是 怎么会一腾中投资 对 你就觉得这个 你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一腾中在海外投资 这个事情 一定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 你真的相信是一腾中吗 你是假的 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不太可能是一腾中 你说连一腾中 这个都是假的 一腾中 可能是一腾中的 中间的当地的驻华 一个代表 或是一个华人的干部 对 他们自己出来干一个什么事情 可能一腾中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 转投资转投资 孙公司 或是关系企业出来 不知道 他这个骗术的东西 一定有所本 那中国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 中国本来没有什么可以相信 中国的企业本来就很小心 所以他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这种蚂蚁熊兵的攻势情况之下 他到底有没有把电动车 这个市场跟这个产业 跟这个供应链建立起来 真的有 真的建立起来 特斯拉去了 特斯拉去了之后 就建立了一个整个全球最强的 特斯拉供应链系统 它所有的零配件系统 一系列整个全部规范建立起来 而且全世界第一名 而且全世界包括传统的车技 的宾士 BMW 然后这些 Toyota 都要跟着特斯拉 盯着特斯拉后面走 对 所以不能不能说他没有成就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有完整的电动车的供应链的国家 上下油彩业链 对 这个是 他非常完整 他非常完整 而且他目前的产量 在全世界 跟使用量全世界来讲 第一名 他已经完整了 所以他在这个 在这个 少数人富起来的 基本原则情况之下 多数人是骗子里面 他还是能够产生一个 他的产业 人多好办事 人多好办事 就很简单 我讲到最近 最近这两天 德国政府有一个新的规定 德国政府在李强去了之后 他们有个谈判的项目 叫什么项目你知道吗 要中国电动汽车 投资德国的新的谈判跟规定 中国的比亚迪在欧洲 卖的销售量是第一名的 你现在到欧洲 到德国来卖车 对不对 请你来设厂投资 他已经有厂了 他有厂了 他享受到很多 地方上的工厂的这些 福利要税款 财税的这个奖励措施 都已经享受到 对不对 可是发现说 你的核心的东西 全部放中国 因为中国劳工比较便宜 对 他说不行 他说你要在德国给我投资 要增加我德国劳工的就业率 对 所以谈判要求他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电池 电池要给我投资 你电池要放在德国投资 德国不是傻瓜 不是你来这边呼隆我 你把卖卖车你跑掉了 最后搞两个服务站 悄悄打打 没这回事 德国人一项一项地跟他谈判 哪些零配件 一定要在德国生产 好 观众 另外就是 中国现在要牢牢地抓住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 谁可载舟也可复舟 现在特斯拉做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不断地打折 不断地杀价 打折杀价 打折杀价 杀了中国的车型 为什么这一波很多受不了 就是被特斯拉的价格战争都崩掉了 对 特斯拉本来有16家 中国汽车协会说 不要再降价 结果马上又撕毁这个协议 特斯拉7月7号又开始降价 直接现金回馈1.5万台币 而且如果你拿旧车来换新车 还可以再折1.3万台币 等于一口气又折了4万多块台币 如果中国车厂跟着一起杀价 杀价下去的话 恐怕都会被特斯拉一起拖垮 被拖垮 对 因为这个车厂 其实上海车厂是全美国以外 最大的车厂 连厂可以超过100万辆 本来它是要做外销的 所以它效率非常好 45秒就可以坐一辆车 而且成本比中国 中国的成本还要低 结果现在因为拜登的政策 不能外销去美国 因为要求电池要做 所谓的要有国产比例 所以特斯拉干脆因为效率至上 它宣布本来有2万人的车厂 一口气要裁1万人 并且不停地在杀价竞争 把它的产能给填饱 因为它本来要做100多万 可以外销到美国去 现在不行 我还是在中国做 但是我裁掉一半的人 它待遇是很好 超过1万块人民币的月薪 现在要裁1万人 整个让中国的车市 非常的紧张 特斯拉要裁员 要裁50% 你看2万人的车厂 要裁1万人 他还没有宣布 但是要裁15% 这是非常吓人的事情 但是特斯拉还是干了这件事情 接下来它又大降价 让中国的汽车厂 完全都受不了 如果跟着一起降价的话 会死得非常的惨 所以说现在 中国的车市血流成河 对 我们来看这张表 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特斯拉有完整的产业力 所以它的毛利 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 那一比较就25% 25%左右 那这个也比较中国部分嘛 特斯拉还是有28左右的毛利 理想21 未来16 小鹏11 比亚迪很厉害吗 比亚迪才5.26 为什么 因为特斯拉不断的在杀价竞争 它不是靠车子在赚钱 它靠的是软体跟充电系统 刚才吴董在说的 连兵士都用它的充电系统 还有很多车厂用它的自驾系统 它不是在卖车 它在卖软体 软体可以赚40万 但是没有人会去买中国的软体 所以特斯拉是靠其 它的业务在赚钱 结果它一分钟 一秒钟 45秒 造一辆车 它本来在上海厂 93天才可以交一辆车 现在变成 7天到14天 这代表什么意思 特斯拉 产能严重过剩 因为不能外销 车子又坐太快 接下来怎么做什么 裁员跟沙价 把它的产... 对 因为在中国卖得不好嘛 所以它交车的时间越来越短嘛 本来三十九十几天 三个月 现在变7天到14天 45秒造一辆车 为了效率至上 为了成本至上 我宁可砍价 砍了之后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毛利很高 我赚别的地方 我充电再赚钱 软体再赚钱 中国车厂如果跟它一起撒价去的话 中国车厂就死定了 所以才会血流成河 跟着一起降价的话 就是赔到死 而且你还讲到 现在对中国来讲 刚刚讲车市的这个变成血流成河 比较加非常的凄惨 可是不是只有车市 现在房地产也是 包括...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六月的CPI PPI 全部都大幅的下滑 代表 你这个国家一点买气都没有 这是很可怕的 表示没有人要买东西 而且工厂出厂的价格 还在PPI在往下掉 掉5%左右 是表示所有的厂商都赔钱在卖东西 赔了掉了又5点多% 所以非常的惨 代表它是现在是大衰退的状况 大衰退 所以连保交房 所谓的保证可以交屋的房子 现代都交不出来了 我来举一个例 荷兰省的平顶山 有一个叫永基状元的 这个建案非常的漂亮 2013年就盖了 那时候号称是坐北朝南 风水非常好 而且旁边有学校 所以家长如果盖在这里 如果你买这个房子的话 省钱 省力 省时 又省薪 因为你旁边就有学校嘛 看起来非常美好的生活 所以2013年就开始 你说这个叫做永基状元府 为什么在状元府 因为旁边有个学校 所以你只要住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家长省薪 省力 省市 又省钱 有幼稚园 又有优质的小学 又有中学 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学区房 如果能够住进去 当然非常好啊 结果2013年就开始盖了 这么漂亮的地方 盖不出来 2017年盖了三年 还是盖不出来 结果因为资金链断链 马上就开始协商 就进入了所谓的 中国的所谓的保交房 就是政府也介入 然后银行也监管进来 结果2019年说 我可以开始盖了 钱又进来了 签订合约了 还有监管账户 开始动工 本来说2021年 说可以完工了 陆续可以交屋 结果现在又什么 这种保交房也会黄了 完全又变成诈骗 到了2021年10月 这些银行又全部没有钱 资金链又断了 所以保交房变成土地上的伤痕 家长省钱省力省时 10年还是交不出来 连保交房 整个中国的保交房 其实只有30%左右 有办法交得出来 其实有 那70%呢 还是交不出来 等于说有70% 我已经交了 我已经买了房子了 我已经付了头期款了 银行的贷款也都到我的头上了 我每个月还付银行的贷款 结果 你说这些的房子交不出来 如果你2013年交钱的话 你的小孩今天已经要练大学了 你还是没有等到 那个中学跟小学可以盖完 你等了10年 还是没有盖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保交房 所以中国最近有一个奇怪事情 就发生了 朱镕基的爱将 楼继委 中国2022年有规定 如果是退休的高层领导人员 是不得妄议中央的 结果他 他妄议中央 他站出来讲说 中央的政策消费力取不来 是因为你没有让农民工落户 然后中国处理这些债务 包括保销房这些债务 你不可以置换债务 就是意思要国家跟银行去资政债务 而是应该把这些资产给卖掉 如果中国继续吃这些债务 恐怕会有更大问题 连他都出来骂 代表中国的问题非常的大 天外 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跟中国也有很多的互动 你过去也常常过去那边开会 可是你现在所了解 他们真的那么惨吗 他们两大最重要的基石 房市跟车市 现在产成这个样子 对 现在是真的非常惨 因为房市还有车市 重点是房市 是他们各省 他们公务员 他们的薪资发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来源 结果现在房市不行了 他们很多公务员薪水发不出来 然后外资又撤走了 地方政府靠的是 卖土地做房地产来赚钱 而赚这个钱 我就来付给地方的公务员 如果房地产不好 公务员就没有钱可以领了 现在他们公务员非常惨 那你知道因为最近来讲 有好几个朋友 刚从中国大陆回来 他们都在跟我们讲说 他们房市车市真的是不行了 那特别是奢侈品不行 你看到最近 比如说不管是五一的这个长假 或是最近的一些相关的这个 你在看什么资博烧烤 会那么火红 其实简单一句话 就是这种小确幸才是他们 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生活模式 那这小确幸是什么意思 你一直烧烤才多少钱而已 他们只会消费这个东西 那那种奢侈品 听说到你这个卖场去的时候 你一讲话就有回音出现了 为什么 没有客人嘛 你比如说卖珠宝的 卖化妆品的 卖什么奢侈品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客人 所以现在他们的状况 非常惨的原因是因为 你像这种电动车来讲 新人员车来讲的话 对他们一般小老百姓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 那你如果说 我今天去个景点 去个什么消费来讲 然后买一支烧烤 这对他们来讲是OK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而且现在很奇怪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似乎好像很多 在管制他自己的人民 不准出国 因为最近我到澳洲去的时候 你看到 管制不能出国 在雪梨上 以前照道理讲 都很多中国观光客台队 现在基本上都来自东南亚 或是来自泰国越南的 你去澳洲没看到中国人 当然也有一些中国人 但是比喻上已经变比较少了 那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那么少人出国 而且听说他们 为什么很多人 去申请这个 要到海外到日本去 到欧美去 去观光旅游的时候 那个签证 不是签证 是在护照自己本身来 下不来 下不来 所以一直没办法出境 没办法出境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中国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扩大内需 把他内部的内需 一直拉上来 因为他现在一直 内需团一直拉不上来 要花钱在国内花 对 要花钱在国内花 你不要到国外去花 但是问题是在国内花 大家怕到了嘛 因为经历了这个 疫情的风控之后 大家花费比较保守了 那这个保守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说 他只花小券性的东西 就不花那个大钱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我看的 也不可思议是 在河北保定 河北保定以前是 河北的省府 省省省省府所在 可是他说现在 河北保定的公交车 全部停了 河北保定已经穷到 连公车都发不出去了 就刚刚提到的 他们公务员的薪水 来自于这个房地产的 不断的炒作之后 或者是投资开发 等等之类的 那因为你花地开发之后 有建商过来 他们自动会 进行这个交易之后 那他们政府就有 这个相关的资金了 那中央不会替政府 地方政府去筹这个资金 所以你看地方的 这些相关的 社会福利政策也好 公交车也好 交通交通运输也好 或是说刚刚提到 公务员的薪水也好 全部都已经卡住了 卡住的原因是因为 而且你看到 各个地方都负债累累嘛 负债累累 中央也不替他帮忙还 但是中央又有政策 你要去执行 之前我们提到那个风控 你要做核酸检测 要核酸检测 要地方自己花钱 中央也不补助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它就是恶性循环 不到恶性循环的情况 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陷入一个 非常困难的 在那个经济上的局面了 我们想到了新加坡 都觉得那是一个 非常单调的地方 那是一个高压统治的地方 但没有想到 这些年来 新加坡已经脱胎换 它居然变成了一个 流行音乐 甚至一个时尚的一个中心 所以我们讲到了 Tilus Ways 它要在亚洲办活动 办演唱会 就只有在两个地方 一个东京 一个新加坡 新加坡本来只有三场 居然可以争取 到了六场 在加坡只有五百多万人 可是现在上网登记 要去听演唱会的人 竟然有两千两百万人多 代表它把周边国家的人 全部都信进来 它不但是一个 现在在流行音乐文化里面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甚至我们讲 在体育赛事上面 在商展上面 在电竞上面 现在也都慢慢崛起当中 过去台湾想要达到的目标 过去台湾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想到新加坡现在竟然一个一个实践 而感到最落寞的 当然就是香港 香港跟新加坡过去都有鱼浪情节 香港跟新加坡都要争取 谁才是亚洲东南亚的中心 可是我们看到 经济学人就讲了 这两个长期竞争的对手 已经分出高下 现在新加坡已经远远的把香港抛在后面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没有想到 时至今日新加坡的人均GDP 已经是香港的一点七倍 而且还在拉开当中 而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 为了这个国家的发展 全力以赴 而且不但脱胎换骨的时候 香港反而不断地在没落当中 因为它太依靠中国 当它太依靠中国的时候 它已经被压压的喘不过气来 迪士尼的这个邮轮 我们要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新加坡不好玩 但是他们引进了迪士尼邮轮 准备要这个地方 把它当成是个母港 你就知道说 现在过去我们听到新加坡 觉得不好玩的地方 现在新加坡虽然我没有什么公共资源 但是我真正做到完成逆袭的一个状况 所以相比之下 刚刚讲香港就完全逗退出 到今天为止 刚刚讲新加坡今天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就要跑到罗冠中家里去找收人 把爸爸妈妈都带走了 对 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新加坡是全力让你觉得好玩 但是香港现在会让你觉得害怕 你看港媒说什么 香港的国安处到家里面去搜查 罗冠中的住处并带走家人问话 我们刚才讲到 娱乐世界在新加坡 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 但是在香港是这样一个 肃杀的气氛 你知道说新加坡跟香港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 主要原因就是说 其实政治或许 真的扼杀了整个香港的发展 对不对 你说新加坡这个国家 值得好好去了解 这也是台湾的 你说要学习小国智慧 小国生存 一个重要的学习标的 刚才讲 你说新加坡是伴猪吃老虎 以前我们刚才讲 从李光耀到李显龙 对中国都是好话说尽 可是世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以前李光耀曾经讲过 中美之间就像两头大象 两头大象 如果说他们在争吵 小国可能像蚂蚁一样被踩死 但是他们也不想要两个大国 太恩爱 否则来讲的话 他们也是会被压死 所以对新加坡来讲的话 他刚好就游走在中美两国之间 所以你知道常常 那可能不容易 对他们手腕 以及他的外交手腕 非常非常灵活 他表面上对中国百依百顺 然后非常失守 那私底下呢 他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是亲美的 所以在中国的眼中看起来 新加坡你根本就是亲美国家 真的假的 对 新加坡是亲美的 对 那你虽然九成以上 你也不是很亲中吗 对 九成以上就华人嘛 那他也很惧怕这个 在亚洲 在一个大国 但是他私底下来讲 做很多事情 你看一看 新加坡的张仪基地 那全部开放给美军在使用嘛 不是吗 然后呢 对哦 美军来来 从日本 一直到东南亚的话 那条航线下来之后 补给基地 就是在新加坡 张仪基地 对 就是在张仪基地 对 那所以另外来讲的话 你看到最近来讲 他又要加买什么 加买八架的这个F35 之前要买四架 然后现在要加买八架 准备在2026年的时候 美国就要拨这个F35 就会到位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他谁欺负他 他为什么要买F35 你说当美国 发展出最好的武器的时候 当然是要给自己 最信赖的朋友 所以英国过去都是 第一顺位 可是刚刚讲的 第二顺位 居然是新加坡 还有以色列 新加坡的顺位 竟然还排到日本之前面 是啊 因为在东南亚 美国最信任的门帮 可以算是新加坡 如果说你新加坡 真的是亲中的话 美国怎么敢把 最先进的武器给你呢 对不对 所以想象就可以知道 新加坡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基本上 虽然都是华人血统 但是就中国的观点看起来 新加坡你根本就是受过 英国的教育 你想想看 李光耀也好 或是现在李显龙也好 他们都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 所以对这个所谓的 这个中国来讲的话 根本就是西方国家 而新加坡之所以管理那么好 就是英国的文官体系 在这边生根 扎根之后 所以他们能够落实到 这个整个政府体系当中 所以说美军在东南亚最大的补给基地 是在新加坡 而且我在新加坡补给 我不是只有补给水 不是补给油 而在整个它在东南亚最大的油弹库 就在张仪 也在张仪基地 还有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最近来讲的话 新加坡也拿到德国四艘的 财动力的这个财电动力的潜水艇 它有潜舰 对有潜舰 那为什么要让德国制造它 四艘潜水艇 你看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的新加坡 需要四艘的潜水艇 那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之前来讲 跟台湾之间是有新冠部队的合作 但是有一年 就是我们的新冠部队的战车 要从香港转到新加坡的时候 被中国扣留在香港 被香港扣留 对 结果叫新加坡讲什么话 新加坡那时候适逢过年期间 他就告诉中国说 欠东西没有人在欠过年的 这句话其实在华人界来讲的话 都知道 所以基本上中国就赶快把东西 就还了 还给新加坡了 但是后来新加坡也没有 因此放弃他的跟陆上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计划 找谁 找德国 找到更强的 在德国做训练 所以你看到 你说以前他的星光部队 是在台湾训练 现在新加坡的星光部队 不在台湾训练 在德国训练 在德国训练 找个更强的 这个所谓的 他不是在中国训练 对 找个更强的导师来教他 德国的陆军是很强嘛 所以你知道 以前李显龙讲什么东西 他说希望香港 中国能稳定 但是这一句话 听起来来讲话 扮猪吃老虎不是吗 你明明就希望说香港乱 然后是资金外逃 都逃到新加坡来 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你在表面上 表面的功夫 你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对新加坡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能够游走 在这些国家之间 其实有他的一个外交手腕 我记得李光耀曾经拍邓小平的马屁 邓小平就说 为什么新加坡可以成功 结果李光耀说你不用担心 因为新加坡人是中国的农民工 渔民逃难的地方 可是现在留在中国是世代夫的后代 你们世代夫跟我们农民渔工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邓小平很高兴 可是刚才讲 在李光耀手上 刚才讲 你华文现在还不是主要的 不是官方的语言 你今天其实对很多中国的东西 是暗暗在打压的 所以你看到他手腕非常灵活 那如果说像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现在听说习近平八月的时候 也要到新加坡去访问 为什么呢 其实以前很多中国大陆学者 跟我讲一句话 他们中国大陆常常跟美国 直接对冲 但是问题是说 新加坡常常游走在中间的时候 才会劝中国说 你有些东西你要让一下 像新加坡李显龙就讲说什么 东升西降 他会怕习近平误判 像讲出这句话的概念 就告诉中国说 你有些事情还是要低调一点 不要这样子 所以很多中国大陆学者说 你如果说不想听西方的话 没关系 但是至少新加坡人讲的话 你听一下偶尔参考一下 说不定他们有那个智慧 可以让华人怎么对付西方国家 但是对西方国家来讲的话 现在看起来 你新加坡就是我的门帮 所以新加坡怎么去游走 在这个两边来讲的话 的确是非常厉害 我们讲到了 你不但是一个未来 你也是一个战争 现在进行式 刚刚讲 美国现在要封锁中国的AI 你不但是NVR A100 H100不能卖 接下来也说 你的A800 H800 也不能卖 那现在关键点在哪 你当然讲 叶伦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叶伦就是棒子跟胡萝卜 我叫你买公带 或者是说 你要不要跟我低头 你会不会跟我和好 我才会决定我的下一步 可是你说 叶伦这一次回来 态度更凶了 当叶伦的态度更凶之后 代表什么 美国对中国AI的打击 会更严格了 对 你不要以为 六月的时候 布林肯到中国访问 之后叶伦甚至 有人说 雷蒙多也好 或是戴琪 都可能陆陆续续 访问中国 说中美之间的关系 好像缓解了 事实上没有 你知道美国打中国 这个AI 其实更狠 因为他了解到一件事情 刚刚有提到了 AI它其实运用的 不是在所谓的商业方面 其实用在什么 就是居事方面 所以你知道 美国为什么要 前置中国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避免让它发展成为 AI的一个居事大国 因为中国模仿的都太快了 所以现在不是只有 限制A100而已 它现在A800 这种低端的 也是要限制它 那有人提到说 中国到时候从第三国 然后去用这方式 就把它买过来就好了 实际上美国做事情 没有那么的疏忽的 你就买不到吗 买不到的 他不是想说 现在在黑市 一倍的价格了吗 以往我们在跟美国 谈判这个所谓的 这个稻米进口的时候 我们想说 稻米进口 它在压迫我们 那稻米进完之后 我们再把稻米 送到第三国去 不就好了吗 美国告诉你说 你在跟我签合约的时候 我已经想到了 你可能会卖给第三国 所以现在限制 你不能卖给第三国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你像AI的相关的信件 可是你想得到的 美国都想到了 美国都想到了 所以它一定是 卖给第三国的时候 就一定限制我们的合约 你不能卖给 中国的相关的厂商 或是有中资的厂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就是要前置 中国不要让它发展成为 AI的一个军武大国 因为你知道 刚刚看到那些机器人也好 或是飞行器也好 这些太恐怖了 因为如果说 你应用在军事方面来讲的话 你现在问那个 所谓的机器人说 你会不会去伤害你的 这个制造你的人 但是他并没有问说 你会不会伤害人类啊 如果今天如果有人说 你要去什么 有人要伤害你的 制作你的人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去防卫你的制作人 所以去杀害其他人类 所以其实在他们的密码当中 以及法律 还有道德伦理当中 都还没有去规范说 你机器人不能杀人啊 你机器人要杀人 这一块来讲的话 如果植入在他们的城市当中 那这时候才有可能 全面不用用在军武上面了 但是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去说 限制机器人不能杀人 所以像普丁啊 他早就已经 俄罗斯早就在发展 机器人部队啦 那如果说像美国 先发展部队出来 如果中国他偷了这些东西 发展部队 那不好意思 可能称霸 全球的这个霸主地位 可能就被中国拿走了 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 因为中国没有上线 没有底线 对 他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 而且他没有所谓道德伦理 没有规范 你看到我们为什么要讲 中国你要守规则 要所谓的定标准 让中国守规则 像中国这种没有守规则的情况之下 你把这种所谓的高科技的武器 放在他的手上来讲的话 他就变成一种杀人工具啊 你好的东西 你放在好人手上 他变成这个有利于人类的 促进人类的东西 但是你把它放在坏人手上 他就变成杀人工具 所以对中国来讲 你在没有一个遵守 国际规范的情况之下 我现在就把AI的技术 如果你拿走的话 那这时候 不是你用来会对付美国吗 所以你看 所以说AI终其是战争 是终之战争 是争霸战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叶伦规 他就是一个 黄鼠狼给击败脸 那其实说真的 我只要知道说 到底你的整体状况是什么 陆陆续续过去 都是在了解中国整体状况 而回来的这个所谓的制裁手段 其实更狠 所以千万不能解读说 中美关系要合乎还是怎么样 没有 其实我认为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美关系只会越来越恶化下去 那因为为什么 美国一直在阻挡中国 不要让他取得相关的东西 甚至连第三国都有可能去制裁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讲的话 其实AI的东西是世界争霸战 它并不是一个 单纯只是一个商业模式而已 而且你说 现在中国还值得关注一个地方是 第一个 火箭军的领导人 一个一个都被拔下台 不但被拔下台 还有人被自杀 神秘的失踪 第二个就是 他的外交部长秦刚 居然已经失踪两个礼拜了 秦刚失踪两个礼拜 在外交体系当中 大家认为是不寻常的事情 因为 秦刚不见了 按照马来西亚的媒体讲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因为新冠肺炎 然后两个礼拜 但是问题是新冠肺炎 大概一个多礼拜 就复原 为什么两个礼拜呢 其实有人认为说 它说不定是跟什么火箭军 这一波的火箭军被整肃 是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火箭军被整肃 我们上次有讲到 为什么美国那么 轻而易举的 可以拿到火箭军的 所有的部署基地 还有 泰湾的 所谓的军官的名册 还有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人家发现到说 其实是火箭军 里面有内鬼 这个内鬼就是火箭军的司令 两个副司令 还有政委 还有相关的一些高阶官员呢 他们基本上把讯息呢 偷偷放给美国 所以全部被拔掉 所以现在全部被拔掉 否则对中国来讲 怎么去年10月22号 美国为什么可以金属地 公布所有火箭军的 相关的资料 那就会发现到说 原来里面有内鬼陷入去 那时候其实秦刚 就是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所以秦刚是不是要有责任 那你督导责任在哪里 那或者是秦刚可能有 在当中有些摄入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不晓得 所以有人怀疑说 到底这两个礼拜消失 现在还没有出来 到第15天16天都还没出来 现在到底他6月25号 最后一次见了越南的外长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副外长之后 就不见了 但这些人都是习近平提拔的啊 是啊 那如果照照你讲的话 那你曾经见过 难道他是被布林肯传染的吗 或是被越南的外交部长传染吗 没有啊 但是这么重要的 比如说东协的外长会议 他也没有办法去参加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中国外交部还讲 还认为都不敢对外讲 说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外交部没有说明 没有证实也没有说明 然后他现在来讲的话 到底秦刚能去哪里 这现在大家都在看 所以有可能也是涉及到 是不是跟火箭军是有关系 或是跟其他 他泄露什么样的金币是有关系的 其实大家都在猜疑 好 现在在中印边界 之前不是讲吗 双方中印边界开始打架 打架什么 用棍爆 用狼牙爆 就现在你除了拿关刀 狼牙棒之后 他们竟然把罗马兵团的 龟阵拿出来了 这叫做 龟甲阵都出来了 这叫做中印边界 中世纪武器大展 现在真的是 你会想说不可思议 这越来越多武器 让人家看了说 这到底是金系是何系 他们现在讲到 我们要用削尖钢管 什么叫削尖钢管呢 事实上就是他们排成 是类罗马方阵的队形 那你也知道排成 这类罗马方阵的队形 主要是要用盾牌 来挡住对方第一波的攻击 但是你也要攻击对方 所以他们现在用 长条的空心钢管进行攻击 过去他们是用 那个关刀跟老门 关刀 对 是他们的刀 现在他们是把钢管削尖 看起来像标向的方式 拿来干嘛 刺对方 这是中国的士兵 中国的士兵在中印边界 竟然拿关刀 而且这个还不是表 不是那个拍给你看而已 2020年的6月的时候 当时中印的军方就在 加勒万河谷 爆发一个大规模的冲突 而这大规模冲突 造成两遭双方 三四十人死亡 然后那时候就很多人报道 就后来被人家发现说 奇怪怎么解放军 还有自制的一个狼牙棒 率先攻击印军 那后来 这是解放军的狼牙棒 对 就是他们特制的狼牙棒 结果他们后来发现 除了狼牙棒之外 他们还有长帽 关刀 所以当时很多国际的媒体 都报道说 这个根本是中古世纪的 一个武器的攻击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 中印他们有个达行的协议 就是不可以使用致命型的武器 包括那些枪 枪 炮弹这些都不可以 所以他们为了符合规定 他们现在就用那种什么狼牙棒这些 结果你知道 所以印度搞一个三叉极 印方现在学乖了 你有狼牙棒 我也有 我有什么 电极三叉极 你知道这电极三叉极还有典故的 这有电的 对 通电的 为什么呢 这通电的 因为这是印度教 传统三神之一师婆 所引用的 使用的一种神器 它代表着 这不是破晒盾的吗 对 它代表着闪电跟风暴的一个象征 而且它增加了电池跟电流 瞬间升级为电极三叉极 第二个 它们的武器大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印度版的金刚棍 什么叫金刚棍呢 金刚棒 就是要对付你中国的刚刚的狼牙棒 而且更厉害是什么 人家又通电的 所以他们一直 这也通电 他这也通电 而且他就讲到说 你们那个狼牙棒打我们顶多是流气的 但是我这个可以用通电的方式 而且我可以让你瞬间呈现一个昏迷 我就可以继续攻击你 所以他们现在很厉害 他们就会发现说 你中国给我出音照 我也给你出音照 这第三个武器又出来 这叫电极手套 有没有发现 他们现在使用的都是通电 他说你在寄生搏击的时候 你打击对方非常管用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冲上电之后 可以八小时不断电 还能防水抗寒 那你也知道他们在中英边际 通常都很寒冷 0度到30度的温度下 都可以使用 这已经是你觉得很夸张 所以你看这一套装备 都是对付中国的 都是冲着中国来 你已经觉得很夸张的 对不对 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电极罐 刚有一个电极的金刚棒 现在来一个电极罐 而且里面一样是有电池系统 还有一个叫什么 安全环 什么叫安全环呢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 再打来打去的时候 我的电极罐被你抢走了 嘿嘿嘿 你手上要有一个这个安全环 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触击 没有办法使用刚刚的电极罐 现在最后来一个武器了 你看起来很像盾牌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 闪亮的盾牌 原来他还会晒 什么叫闪亮盾牌 前面不是有两个洞吗 那两个洞其实就是类似 眼睛的地方 然后呢 晒你的眼睛的 对 它是可以透过一个强光 然后朝着你敌人的眼睛 发射电流强光 让你暂时一个失明 暗暗明 看不清楚 在这个时间前 它就可以捅你眼睛 捅你肚子各方面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印度 这是毛起来开始开发 这五项的一个神器 而且这五项神器 每一项都通电 目的就是冲着中国来 那现在呢 印度正式把中国 列为是竞争对手 然后除了研发这五项神器之外呢 他们还成立了一个解放军的研究中心 这其实解放军的这个研究 你看这个就刚刚提到的 真的通电耶 完全通电 而且他们还讲 2020年这个拉达克的小规模 发生冲突之后 他们马上就要求这家 印度的国防科技公司 阿帕斯特隆 说你给我毛起来生产 才能有多少给我开到满 为什么 就是要准备好 伺候中国的解放军 那现在除了这个武器 都废妥之后 他们也成立了一个 叫做解放军的研究中心 他们解放军研究中心呢 特别说从中国解放军的 战术战略作战理念跟组织 进行全方面的一个研究 而且据了解哦 他们现在这个语言方面 还有相关对中国的了解 还聘请了两名中文老师 都是台湾人 而且刚才讲的 他是完整的 他们看 这个金刚报上面都有道次 有道次还可以通电 不但道电 几百呢 好多耶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才能给我开到满 有多少开到多少 所以他们现在就讲 经过上一次之后 他发现中国不讲武德 大家只能说又不能带那个 中国不讲武德 武德啊 大一也写定 挺好不可以带致命性的武器 结果你给我准备狼牙棒 你给我做关刀狼牙棒 对啊 所以我就火了 我就用金光柱 我现在火了 我决定全部都通电 而且五项神器 还有典故引用 师婆神所引用的神器 对付你中国解放军 所以印度是完整的 印度是完整的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吗 为什么刚刚特别提到 印度现在把中国正式列为 是竞争国家 因为莫迪在六月的时候呢 到了美国去 结果没有想到 受到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一个对待 什么高规格的对待呢 就拜登不但在铺红地毯啊 然后还开放了白宫的草坪 让他去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们参众两个月 还弄一个演讲 就邀请莫迪来演讲 所以莫迪经过那一次之后呢 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那个经合会里面 就拒绝中国一带一路的 一个宣言签署 所以中印大战 中世纪的武器对决 即将开达 好 听会 现在中印也太玩家家酒吗 跟大家讲 这是中国的军队 他们把那个 中世纪罗马兵团的 龟甲针弄出来 干嘛 这个用那个铁棍 铁棍不是啊 倒不开哦 他们还用关刀 这个前面弄个刀 弄刀还不算 我搞了狼牙棒 好 你有狼牙棒 你有关刀 你有这个刺身 结果呢 印度干嘛 我先把三叉戟给弄出来 我把金刚锄给弄出来 那我把大力金刚拳 也弄出来 印度是完真的 印度本来对中国 就是非常防范 他这一次的这个武器进化 等于说他也没有自能于此 他只把电云而已 电云而已 你电云之后 基本上 就是说中国方面 还是用传统武器没有错 但是印度其实是 比中国的武器 还进化一点点 加电的 对 加电的 那加电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解放军电云 你这个如果在高山上 我们讲说解放军可能有高山症 或是没办法打仗 那现在上后这个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通电的话 那印度来讲的话 他的东西的确是进一步 没有自能于此啊 他没有违反这个96年的协议啊 现在中印的关系 真的有这么糟吗 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 而且印度真的对中国的研究 现在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来找台湾来帮忙 所以我们跟美 所以刚才讲 你找了两个会中文翻译的 是来找台湾人 你知道所有跟中国有敌对状态的国家 比如说像越南或者是这个印度来讲的话 他们在学中文 基本上都不敢把他们军人派到中国去学中文 都派到台湾来学中文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去派到中国学中文 可能被渗透 被收买 所以要派到台湾来学中文的话 其实是刚刚好 而且台湾有那个优势嘛 各个省的人都会讲各个不同的语言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可以 窃听的方式 都可以了解到到底 因为你知道到 这个青抗上高原的这个解放军 很多都是从各省不同的地方来的 所以他们在通讯的时候 可能用方言 用地方话 所以不见得用普通话 他们来台湾可以学南枪北调 对 所有的东西 大概都可以在台湾 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语文能才 所以现在帮他们解密 帮他们这个所谓的教他们中文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台湾是可靠的这个朋友 但是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种 这个所谓的政策啦 外交政策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说 现在如果说 印度他们已经进化到这种地步来讲的话 我相信在边界 可能还会有一场应战要打 中国来讲的话 可能要思考一下 他的官道是不是在加电 或是官道加其他的方式 否则来讲的话 真的可能这场 这个边界冲突 印度可能会战胜的